大家好 我是Patricia 今天我们做了萝卜丝酥饼 真是皮酥馅香 简直是太好吃了 来吧 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现在我们先来和面 这个是200克的面粉 然后25克的油 还有5克的白糖 还有120克的水 现在就先把这个白糖 5克的白糖 还有25克的油 还有120毫升的水 就凉水就好 我们先倒 刚开始可以用这个小铲来 等它没有干面粉了 就下手来把它揉成非常光滑的面团 水油皮的面团 最好能给它多揉一会儿 就像搓 你看 要把它里面煮着 给它揉出筋来 现在不用这个厨师机呢 就得辛苦点 用手揉个几分钟 让它特别的光滑 现在看我们这个水油皮 非常的柔软光滑 我们现在就把它用个保鲜膜 给它包起来 至少饧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都可以 下面我们再来和这个油酥面团 油酥面团呢很简单 就是100克的面粉 加上50克的这个 我用的都是玉米油 植物油 用猪油肯定是最好的 可是不敢吃啊 看看这个油酥面团呢 非常容易啊 就是把它油和面充分融合成一个团 就可以了 我们的油酥面团就和好了 我们现在拿保鲜膜给它包起来 现在我们的水油皮和这个油酥皮 就都做好了 那今天先来泡点这个干贝 我先用这个温水呢 给它泡个半个小时 撕成细丝呢 我们放一点放在这个萝卜丝饼里面 非常的鲜 我们现在来擦这个萝卜 这个萝卜是一个整的 我把萝卜皮都削出去以后呢 去做凉拌用了 这个芯呢 我们正好就拿它来做这个馅 先来个擦丝器 把它擦成细细了 好了 我们的萝卜丝就都擦好了 你看看这萝卜非常的新鲜啊 还没有加盐了 就已经出这么多水了 行 我们现在做一锅水 好了 我们刚做这锅水已经开了啊 现在我们就把萝卜放进去烫一下 去除它的这个辣味 这个萝卜放进去呢 稍微一开就把它捞出来 好了 这个萝卜焯出来以后呢 我们给它攥干水分啊 我们可以用一个梯布啊 来给它拧干 你看看 这么多萝卜 焯完水 只剩下这一点点啊 没关系 我们现在呢 先给它加点油呢 把它给封住水分啊 省得一会儿一沾点盐呢 它就出水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刚才这个葱花放进去 另外我们做的这个干贝丝呢 放一半进去啊 因为割太多 会抢味啊 提点鲜就行了 另外呢 再放一把这个虾皮 好 然后呢 我们最重要要放很多这个胡椒粉啊 这个特别提味啊 然后最后就把香油再倒进去 多个儿油 因为这个萝卜呢 它比较吃油的啊 如果油不够的话 这就很成 嗯 现在都闻到香味了 好了 我们这个馅呢 就拌好了哈 非常的香啊 这个味儿 就是现在先不要放盐啊 等到我们都最后皮都做好了以后 准备要包了 才放盐呢啊 好了 这个水油皮和这个油酥啊 都醒好了啊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制作了啊 哎呀 这个面醒完了真好 看看 非常的 非常棒啊 我们再弄一点油啊 在手上的这个 板板上都稍微抹一点油 它就 不用不用再揉了 就直接把它按成 这样一个大扁片哈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油酥 包在这个 这个面片里边哈 像包包子一样哈 就给它包起来 非常的柔软呢 一定要包盐上啊 千万不要漏粗啊 好 给它整理成一个长方 这个时候擀面杖最好也有一点油 这样它就不会粘了 千万一定要轻轻的 这样它的油酥才能分布的均匀啊 然后我们再轻轻的往四边擀哈 千万要轻啊 千万不要让它的皮破了 好了 现在我们给它擀成一个差不多 这样的一个长方的一个大薄片哈 然后我们从上面哈 轻轻的给它卷起来啊 我们现在看看就给它分成 大小均匀的剂子哈 看看要多大啊 像这样一个一个差不多了 现在这个剂子已经做好了 我们赶快就加盐了啊 差不多一勺 不要太咸啊 这个当点心吃的啊 一勺盐就得了 一个面剂 看看里面的层次 我们把它两边呢 都给它捏紧哈 让它不要 那有心啊 然后呢 我们就给它压扁 擀成一个 皮儿 边缘呢 薄一点 也不一定会要多圆哈 这个没有关系 好 然后呢 放上馅 多一点馅好吃啊 然后我们就像包包的一样 把它包起来 只要不露馅就行啊 好了 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好了 最后一个 也就包好了啊 剩了三个小剂子呢 给它包三个豆沙的 最后一个就包完了 就像虎口收容法啊 这样捏成一个小尖 然后按在下面 齐吧 好 你也可以就是这样 豆沙酥饼 都可以 你不按扁也没关系啊 我是为了跟这个萝卜 跟它去分开哈 好 我们就把它按扁 现在我们打一个鸡蛋液哈 然后再准备一点白芝麻 然后我们在每一个的皮上面刷一层蛋液 目的是来粘芝麻 我们这个萝卜丝饼和三个豆沙饼 都已经磨好蛋液粘好芝麻了 烤箱设置365度20分钟 开始365度20分钟 刚才嫌芝麻不够金黄 我又加了5分钟 所以我们总共差不多365度烤了 差不多25分钟 这个要根据你自己家的烤箱 你要看颜色 颜色觉得够了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出炉了 好了 现在可以开吃了 我们先看看 酥啊 掉汁 哇 看看里面的萝卜丝多漂亮 看看这一层一层的酥皮非常成功 我尝一口 萝卜咸鲜可口正合适 再来尝尝这个红豆的 看看 薄糊 看看 酥的掉这儿 天呐 开吃吧 我们全掉这儿了 尝尝啊 哇 超好吃 我自己做的美味红豆馅 小薄皮 酥皮一碰就碎啊 好了 成功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